正大的雨 我送你回去吧 走吧 韩俊 月轻 快快 傻瓜 你跑什么呀 这都湿了 你怎么来了 下雨了 过来接你 傻瓜 离雨了容易生病的 卫辰 盛大哥 真是个好丈夫啊 卫辰 这么晚了 还没下班啊 都是我都不是 这样 明天是十点 华庆饭店 好的 我一定会准时的 那副司令 我们就先走了 快回去吧 少狼 走吧 走 老公 都不贵 别靠 走 我 不再说 我 不管怎么样 现在当务之急 是不能让日本人控制微信 竞标评选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必须在这期间 拿到名单 对日本人进行部署行动 一旦等他们进入 目标太大 我们就很难再行动了 好 我会密切关注 评审的环节 及时向你汇报 好 明天我会让阿良 出一个港口的专题 重新 把港口的战略地位 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再提醒 我会把这个时间段 全国各地 关于日期罢工的情况 做个深度的分析 从这方面给校尾臣施压 到目前为止 若为带的三十五家公司 均已按时提交了 详尽的设计方案 这次为期两周的评审会议 我们希望能从中 挑选出八家 进入下一轮的阐述会 每家公司的设计方案 和评审会议 日后都会在各大报刊上 完整地刊登出来 接受大家的批评 监督 请各位评审 顶着公正公平的原则 为我们进行甄选 好 那我们开始吧 现代工业的典范 和主体位于水面以下 国内的钢材 无法抵抗海水的腐蚀啊 吞土量不到五百万吨 但造价两千万 把投资花在进口材料上 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 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主要是因为 现在国内的钢材啊 达不到这个要求 你觉得什么 那是完美的 当然了 副司令 回家之后 我会把今天的专家评审意见 整理出来 作为参考 对了 盛小姐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评审环节 都将是封闭式的 在这期间 吃 住 都是在华欣饭店 为了避免消息泄露出去 期间 不能回家 子君 你没跟盛小姐说过吗 不是 三哥你没 怎么都没有说过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说的 你是不是吃多忘记了 我想起来了 盛小姐 不好意思 是我个人的问题 工作失职 对不起 副司令 你之前答应过我 说下班时间都是自由的 现在你可是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啊 盛小姐 为了公平起见 封闭式竞标 也是临时决定的 现在外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包括沈大哥 时报记者每次都能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我想盛小姐 不会无视规则 让副司令为难吧 当然不会了 那就好 盛小姐请 这就是您的房间 酒店是二十四小时提供热水的 哦 这边是起居室 会有人专门为您提供服务 外面是中庭花园 由于安保的缘故 肖副司令吩咐 酒店的窗户全都封死了 这个房间挺不错的 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给我丈夫 让他把我的行李送过来 盛小姐放心 肖副司令已经为您安排好了 进来吧 怎么样 盛小姐满意我的安排吗 副司令真是细心 我正打算去定制几件旗袍呢 好 这几件 是从给我太太做定制的店里 挑选的 颜色 款式 都是按照她的喜好来的 能够让你满意 我很欣慰 不过我平时还是喜欢穿洋装 舒适自在一点 时间仓促 我临时准备了这些 不过我会把盛小姐的喜好 全都记下来 让他们去准备 副司令真是细心周到啊 我这么做 只为了让盛小姐免去杂务 专心工作 还望在评审会期间 盛小姐将所有评审报告 成立完毕交付于我 当然 也包括今日的 那看来我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副司令 再怎么样我也得打个电话 给我的丈夫和孩子 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吧 沈大哥那边我已经交代过了 他很理解 并且支持我们的封闭式评审流程 请不吝点赞